社区工商方面,近日金安家族办公室在南加州深改博士举行开业典礼,为民众提供更多财富管理的方案。 出席当天开幕剪彩仪式的有洛杉矶郡郡长助理吴忠国、深改博士市议员廖清禾、何涛市市议员勤政国的代表郑子婷等民选官员与代表,与现场数十位金融、保险、地产界的人士共相胜举,庆祝金安家族办公室的开业。 各民选官员及代表纷纷上台致辞,并为总裁刘璐,颁发贺壮。 本次开幕的圣盖博士办公室是刘璐三年前由北加州南下开拓南加州市场后开设的第二间办公室, 并在此配备了完整的理财团队,可以满足当地民众在资产配置重组、资产风险管理、信托规划、退休规划以及遗产规划、避税结税等各阶段的金融需求。 今天是我们金安家族办公室的开业典礼。 金安家族办公室是一间以联盟各行业精英打造的一个专业的金融服务平台。 我们提供的服务有资产配置、家族信托、退休规划、避税理财及我们为客户打造一个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据了解,金安家族办公室是一家为客户提供财商教育、资产配置、法务、税务咨询、养老规划、家族信托、遗产传承等综合财富管理的合伙人团队。 他们通过独立客观地分析客户的资产情况、投资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从而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家族财务规划及财务解决方案。 凤凰卫视十一记者林汉秦洛杉矶报道。